打完了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釋出與黨代表影片 在檢討選戰策略 不過大選結束已近三個月 柯文哲還沒翻頁 再把炮口對準對手 以醫生的角度來看 我們常常看每一個都是好人 真實的政治環境 常常發現對手實在是 鬼點子太多了 選戰後政壇焦點轉到立法院 柯文哲聲量失溫 他每週二五到黨團開會避免脫鉤 而二十一號有媒體公布 三黨立委滿意度 民眾黨墊底只有34.2% 但民眾黨臉書卻發文 解釋政黨傾向支持 民眾黨比例只有22% 因此八席的民眾黨CP值最高 除了媒體人黃陽明很酸 莫名其妙的論點 不演了新聞台粉專業調侃 這新政治我追不上 以他們這種算CP值的方式 我可以建議民眾黨 他們可以請辭掉七席的立委 因為這樣子CP值最高 除以八個人 所以每個人大概四點多 不管是民進黨或者是國民黨 大概都是零點幾 這樣的算法是有點怪怪的 約席不質詢的民進黨 現在滿意度最高 我們一定要深自的反省 黃國昌劍指綠營 不過近日藍白名代 縣序長官司纏身 民進黨青年不嘲諷 柯文哲常說藍綠一樣爛 但事實是 寫著新竹市長高鴻安 則是在立委任內涉嫌炸領助理費 幾天國民黨籍台北市議員陳重文 收回案也正在爭辦當中 我們要問有縣市首長被起訴的 是哪兩個政黨呢 答案是國民黨和民眾黨 藍白才是真正的一樣爛 已經到了不需要回應的程度了 懸後 柯文哲失去舞台 憑往立願跑 還曾被批評寄生國會 如何保溫 恐怕也成為他的一大挑戰 三選黃新陳正凱